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讲述了五个事项 第一项是为什么学习Tarheed 为什么要学习这三个基础 这三个基础简要地讲述这三个基础是什么 学习这三个基础的意图是什么 以及这三项基础在书中所表达的原文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Tarheed 这学习Tarheed是每一个仆人的义务 是阿拉所命令的第一项主命 人被创造是由于是因此而被创造 阿拉不接受仆人的功修 只熟是他有Tarheed 一个人不能进入乐园 只熟是要有Tarheed的信仰 以至于有的人出现举办的行为 他有很多好的行为 以及坏的行为 Tarheed的好处非常多 有些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Tarheed 现在就要给大家讲解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三个基础 以及四项原则的这本书的原文呢 因为我们说我们要说 学生 作为一个穆斯林的学生 必须要和学者们学习 学者们的劝告是 我们作为学生 首先要从三项三个基础和四项原则 开始学习为最佳 三个基础是什么呢 简要的说 他就是一个人在坟坷当中 所受拿问的 所受问的 每一个王人在坟坷当中 都要被问到这三个问题 要问谁是你的主 什么是你的宗教 谁是你的先知使者 第四项 我们学习这本书 就是三个基础思想原则 这本书 有什么结果 有什么好处呢 一旦我们学习了这本书 然后我们遵行了 然后我们宣传了 然后我们坚忍了 我们忍耐着 去学习了 去遵行了 去宣传了 如果我们在今世上 这样做到了 那我们在坟坑 被问到的时候 就会成功 这是最好的结果 第五项 就是我们要讲 这本书 所包刊的内容 这本书 包括了五个 内容 讲了五个方面 关于四项原则 有四个问题 要解答 给大家解答 然后要解答 还有三个问题 是 咱刚才讲到的 三个基础以外的 三个问题 要给大家解答 以及我们为什么 要学习讨黑的 我们要学习 对于三个基础的解释 以及这本书 最后的结果 有一个总结 再一次 给大家讲一下 解答四个问题 然后再解答 三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解释三个基础 以及最后的总结 这就是我们学习这本书 前面的前言 所包含的内容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这三个基础 简要的给大家 解释一下三个基础的内容 学习的好处和益处是什么 以及书中所包含的内容 其中包含五项内容 四个问题 以及三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解释三个基础 然后最后做一个 请求我们好的 每一个穆斯林 好的结局 阿们